音乐 一干二四五阳性 就是打了疫苗以后 再被这个乙肝病毒所攻击 可以形成所谓的乙肝的三个抗体阳性 但是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是过去感染了乙肝病毒 治愈以后形成的 或者是我们治疗以后形成的 所谓乙肝三个抗体阳性 这个我们都认为 它不是乙肝病毒的患者 如果要更深层次一点的时候 就是这一部分病人 在特定的化学治疗的时候 也就是得了肿瘤化学治疗的时候 有可能会发生乙肝病毒的发作 这只是特定的人群